求然客传 来哦来哦 进来坐哦 请问尊姓大名 姓张 人称求然客 那真是巧劫了 妾也姓张 当称你为兄长了 没想到在此荒僻小店 有幸结识了一昧 李郎 快来见过三哥 见过三哥 好香啊 锅里煮的是什么肉 我的肚子很饿呢 是羊肉 应该可以吃了 嗯 好吃 来来 大家一起吃吧 会望云气的人告诉我 太原有奇迹 要我去拜访他 既然你要去太原避难 可曾听说 那里有不寻常的人物 嗯 我知道一个人 应该是真命天子 他和我同姓 大概二十岁左右 是李渊的儿子 听来八九不离十 我也想会一会他 你能为我引荐吗 这里有位很会看相的人 想来拜访郎君 是否能帮忙引荐 啊 真的吗 快请进 在太原府内的凉亭中 四人还坐 不久 李世民缓缓出现 穿着简便 神气洋洋 相貌非凡 求然客坐在 离李世民最远的位置 静静地观察他 心里已经有底 真是位天子啊 我想请我的道兄 再来确认一次 李静 你们来了 来 请坐下喝杯茶 没多久 文皇出现 神采惊人 坐了个长衣坐下 神心气爽 满座气氛 顿时活跃 眼睛炯炯有神 输了 这局全输了 已经没得救了 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这里不是你的地盘 去别的地方闯天下吧 决定放弃一切的求然客 邀请李静和红服女 到家里做客 这些都是我的财产 全都送给你 我本来想在中原争霸 建功立业 如今天下有主 我就没有继续住在这里的理由 太原李世 是真正英明的君主 以你的才能 加上我给你的钱财 去辅佐真正的君主 有一天 你会慰藉人臣 衣昧也能从福而归 十多年后 当你听到千里之外 东南之境 有不寻常的事 那就是我成功的时候 你们只需向着东南方 撒酒祝福我就可以了 话说完 求然客带着一妻一奴 乘马离去 转眼间消失无踪 李静从此以后成为富豪 协助李世民成就大事 当到唐朝宰相 贞观十年 求然客入福于国称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